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跑卡丁车时候咱们来玩一下燃青复带车打一下个人道具 那么这个车的话就是水炸弹可以朝后放 然后的话 是使用护盾的时候可以获得巨型香蕉皮啊 那个巨型香蕉皮的话很有威慑力 这个车比较适合抢第一 开局咱们直接加速啊 然后的话我准备啊很像飘一翔枪两个道具 但可惜只吃到一个 这边有个水炸弹 然后看一下前面这个道具能吃到什么 吃到一个磁铁啊 那么陈老师决定了 先水炸弹往后放 这一波没有冲上这个劲道啊 应该再往前走一点点的啊 再冲的 这波有一个操作失误啊 但这个水炸弹是往后水中两个 这边放一颗导弹 那么后面有人那两个人啊 其中一个也是导弹打我的啊 因为刚才的话 那我水炸弹把他们水中了 所以说他们要报复一下 是吧 但是没关系 又吃到一个磁铁 这时候陈老师手中有两个磁铁啊 所以说的话就不用担心会落后太多 这一波其实啊 这波再吃到一个第一名导弹先放一下 那么其实这边我有个小时 我这个磁铁用的有点早啊 应该在直到的时候再用这个磁铁会比较好一点啊 但是不要在这些细节 这边水炸弹直接是把他们两个水中了 这波陈老师直接是冲到第二名 好 这波有个第一名水蚊子 看一下能不能把第一名打下来 第一名是直接中了 他又是连续又中了这个水炸弹 好 吃到一个护盾 接下来啊 开始我的表演了 好 这波直接护盾 手中有个巨型削姜皮放出去 然后这一波呢 我想躲一下这个水炸弹 但是我带的这个宠物是有45%的概率 防御这个水炸弹的 然后这一波他是防御成功了啊 所以说的话呢 白躲了啊 但是的话以防万一的 对吧 万一的话就是没守住呢啊 这一波哎 又是守住这个水炸弹 我本来是又想减速的 又想躲的 所以说有点操作失误了 但是这个宠物这一场是非常给力 这边吃到一个大魔王 但影响真的不大 这个大魔王啊 影响不大啊 这波直接守住这个闪电 然后放一个巨型香蕉皮 然后再直接加那个积攒一个小蛋器 直接冲啊 这波衔接是做的不错的 这波很像飘移 直接吃两个护盾啊 这是啊 这是基本的一个操作啊 好 守住第一个 放一个巨型香蕉皮 再守住一波 再放一个巨型香蕉皮 然后吃到一个水蚊子 把它打下来 打下来 哎 就水蚊子不是的 我是普通水蚊子啊 刚才他是被第一名第一名水蚊子打 这波的话 巨型香蕉皮总算是发挥了这个作用 总算是打中了 好 这一波大家注意一下 细节很像飘移 吃两个道具啊 啊 好 这波的话 这个大魔王又是被我这个宠物守住 这波 哎呀 又要挨打了 没有办法 第一名水蚊子啊 看一下 这一波看一下 再吃两个道具啊 这一波继续两个小小香蕉皮放一下啊 他们等一下路面上全是香蕉皮 这波很像飘移 哎 这个也不算很想飘 就吃到两个道具啊 这波再吃使用护盾 再放一个巨型香蕉皮 最后两个大魔王都有无用啊 咱们知道了 这一波第一名拿的也是非常惊醒 开局落后是真的非常多的 但是后来的话是第一个是因为操作 总是吃两个道具 第二个确实他释放护盾的时候 后面的巨型香蕉皮 包括我捡到的小香蕉皮对后面的话 这个威慑力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说这一把的话也是拿了第一名啊 而且的话应该是 全队的一个mvpr 没毛病啊 非这一把的话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燃清福带差是很强的 那我们 下个视频再见了 来